好了我的索菲亚的橱柜到了 然后总共有这么多东西 也挺多的 然后送完货 然后这两天等他们安装吧 同样然后这有一个客户档案 这里面应该是安装图纸 这个木头架子里面 应该是台面 大理石的那个台面 然后这是他们给我送的一个烤箱 油烟机 还有灶 灶呢 那不是说给我送了个空气氢化器呢 空气氢化器呢 现在正在安装橱柜 刚好就 切进去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索菲亚的橱柜感觉 空间利用的不是很极致 有些地方你看 像这个位置就就就用不了 像这一块 这块就是 以后就就用不成 它是被封死的 然后还有这边 嗯这这么一大块位置 也是也是分死的 也是分死的 就是用不了 感觉比较浪费空间一点 如果说你是找木工 来给你做出柜的话 像刚才我说的那两个地方 这里 这个缝 这个缝 缝 装完了再看 装完以后看它是怎么样的 这是索菲亚给我送的一个烤箱 挺大的啊 这个箱子 当时我装厨房的时候 我就想要一个那种特别大的烤箱 然后索菲亚他们说 她给我送一个 我当时还在怀疑啊 我觉得她送了这个 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呃我的理想是要一个那种 西门子那样的 呃上下都可以加热 然后还带一个分扇 就是三方加热的一个烤箱 那个烤箱买的话 市面上大概在六七千块钱 索菲亚他们说给我送一个烤箱 功能跟那个差不多 然后我就有点怀疑啊 能不能达到我的 预期我们现在就来拆个箱 这个箱子真的大 它是一个丝米的品牌啊 丝米就是那个 橱柜的牌子 索菲亚的橱柜都是丝米的 好了 这烤箱真的大 我现在打开它了 我们现在 看一下 哦上面有加热管 底下呢 底下没有加热管 只有上面 有加热管 然后呢有一个分扇 我们把说明书拿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说明书 经过我的研究 它这个烤箱确实是有三方加热啊 看这里电路图 底加热1300瓦 顶加热900瓦 顶内加热管2000瓦 环形加热管1800瓦 这么看来的话就达到我的预期了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烤箱 然后里面它还有自带旋转的这个功能 太棒了 耶 索菲亚好样的 今天在安装大驴师台面 这是我的洗菜盆 菜拔 这是我的厨房大理师台面的木架 顶得多结实 这二八斤石木顶了 还有那里 现在师傅正在给我安装 现在在装洗菜盆 我这个洗菜盆是一个特别大的双盆 师傅正在打玻璃胶 大理师台面安装完毕 大理师台面安装完毕 看一下 水槽也装好了